大家好 蒸包子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冷水上锅蒸 还是热水上锅蒸 今天为大家分享它的正确做法 蒸出来的包子松软不塌陷 不会缩 包子馅料鲜香美味 做法简单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接下来大碗中倒入一块钱的浮酒 加入300克温水 我们今天蒸包子不需要用老面 不需要用酵母粉 只需要这个浮酒就可以了 直接往里面陆陆续续的倒入面粉 边倒边搅 把它搅上面去 下手再把它揉成面团 最后把它合成面团 上面盖上盖子放到温暖的地方 请发至原来的两倍大 接下来我们准备几个 削掉皮的土豆 先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切成长条 最后把它切成小丁 切好的土豆丁 放在一个有水的大碗中 下手洗去土豆表面的淀粉 这里提前做好的肉馅放一场备用 然后锅中倒入少许的豆油 放入花角姜片 先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 捞出控油 把肉末倒进来 擦拌均匀 炒至微微出油 肉末发白 放入一勺红油豆瓣酱 葱花放进来 擦拌均匀炒出红油 接着把土豆丁倒进来 胡萝卜 再来调味 根据自己的食材多少 放入食用盐 鸡精 生抽适量 蚝油 老抽调色 适量的南带调味品 炒拌均匀 最后再放入少许的葱花 再一次把它炒匀 美味鸡成 大家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的发面也开满盆了 开得非常的漂亮 里面全是蜂窝 接着把面团再揉一揉 才拍里面的空气 我们蒸包子的面不需要揉得太狠 把面团揉光就可以了 把它分成两份 取出一份 把它揉成长条 揉好之后 把它切成大小相等的剂子 根据自己的手法 咱们把它擀成面馅 面皮擀好 放入我们调好的包子馅 以自己捏包子的手势 把它捏成包子 最后收拾住 给它捏了固定一下 好了 像这样一个包子 就包好了 把包好的包子均匀的放进来 放到时候 咱们中间要给它留够足够的空间 接着把上面再加入一层鼻子 把包子均匀的都放进来 上面盖上盖子 包子包好不要着急上锅蒸 需要二次醒发至1.5倍大 用手拿起来 轻飘飘的 这样就可以开火蒸了 再次盖上盖子 开火 上汽及时 蒸15分钟 时间到了关火 先把锅盖打开一点 放下热气 这一步也是起到我们蒸出来的包子 不会缩不塌陷 热气放了之后 再迅速打开盖子 哇 包子蒸的个个松软不塌陷 喜欢吃包子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按照这个方法试试 保证你蒸出来的包子一次成功 松软不塌陷 里面的馅料 鲜香又美味 自己做的干净卫生无添加 薄皮馅多 这样的包子出锅连吃五个都不过瘾 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们挑食了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蒸包子的方法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转发评论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